我們是孝順不是媽寶 只有媽寶才會一直單身啦 世上只有媽媽啦 只有媽的愛 你想著吧 媽寶男簡單來說就是離不開媽媽的男生 也是許多女孩避之唯恐不及的對象 但世上真的有這麼多媽寶男嗎 男女調查局整理了四大媽寶行為 並且實際上街走訪台北街頭 看看女孩最討厭哪種媽寶行為呢 你們覺得這四個哪一種比較無法接受 沒有我不會坐家室 就糟糕 他如果賺錢但是只會坐家室這樣OK OK啊我賺就好啦 這也是四個 第二個 真是我拿錢就不行啊 跟家裡拿錢也不行 妳有遇過媽寶嗎 我哥就是媽寶 我哥是會自己賺 但是他很常 他媽寶行為去買 什麼事怎麼問 這第一個第一個 為什麼要問媽媽 他流鼻血也問我嗎 那我可以看你今天的照片 很帥 真的啊 還蠻帥的耶 可能是型男 你媽會覺得很煩 可是他很開心 你媽會覺得很煩 我媽一直叫他們結婚 快30了 還要結婚 25就是要結婚了 想要不要對鏡頭 對著媽寶男 所以說 不要什麼事情都會問媽媽 我今天長得很像誰 你知道嗎 少女之類 他不能覺得那麼難 真的吧 缺乏女見 就不會自己想嗎 都幾歲了 更是吧 是長大了 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女生應該不會喜歡這種男生吧 對 應該交不到女朋友吧 你說媽寶男交不到女朋友 應該交不到女朋友 這女生會喜歡男朋友 男生 又放進去 獨立自主一點 如果他 他交往了一個媽寶男 打死他 打死他 打死他嗎 先打他就打他 爸爸 男長大吧 第一個吧 總是什麼事情都要問媽媽 像 好像在跟他媽談戀愛 可能那樣去哪裡玩啊 或是 我們要存錢規劃什麼事情之類的 就去哪裡玩 有時候要問媽媽 可能問媽媽可不可以去吧 拿一個爆發點 加發情感覺最後的套餐 好像是因為他媽媽 強迫我媽按摩 那時候我剛下班 所以時間已經很晚了 已經晚上 好像是10點 11點 前面有的反應 就叫我去啊 然後我就 就是因為那時候 才會一直單身啦 第二個吧 就是沒辦法 自己做主啊 所以他5點都要回家 每天都要這樣準時 回家吃飯 會不會他其實 或是他有加食 發生5點要回家吃飯 對啊 很瞎啊 所以他如果每天都要回家吃飯 那他不跟爸媽一樣 他也有錢這樣OK 他長得是同一眼 很有錢 我覺得男生就是要自主能力啊 你今天穿得很辣 很多媽寶能愛你吧 最後你要不要跟你那個媽寶前男友醉 記得5點回家吃飯 我覺得4 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他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把媽媽當偶像再崇拜這樣 所以他問過也就被誇張 你就這樣 天啊這個也要問媽媽 是無時無刻 然後他只要出去 看就媽媽是 不一定要出國 想說是動作完而已 睡前 他媽媽說我今天吃了什麼 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是吃個飯 然後你可以吃水 很像我在吃麵 然後這樣大了 好厲害喔 好煩喔 好煩喔 有這種我們就搬出去做 媽媽是每天過來打掃家裡洗衣服 那很棒啊 但是媽媽會管很多 就是想說我們下班 他就是準備好這些開好門 然後倒個熱水給他喝 或是泡什麼人生的 他要順便幫你倒一杯 也沒有 也沒有 你之後對媽寶講一句話好了 就是你要加油 應該是缺乏組件 我也覺得是1耶 因為都覺得你都已經成年了 還要一直問媽媽 你沒辦法自己決定事情嗎 對 那你本人是媽媽 我不是我是孝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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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來 不要去尊重嘛 就是對 養你養那麼大 當然要尊重一下 就是媽媽 那爸爸不用尊重 爸爸就不講話嘛 所以就聽媽媽的話就好了 好煩喔 對啊 他做了什麼 他也覺得很浪漫 沒有就是很常會去問媽媽的意見 媽是晚上不可以檢舉家 你覺得媽寶跟孝順有什麼意思嗎 我覺得孝順是 你會經過思考 然後去思考說 這個對家是不是好 那媽寶是你連想都沒想 好吧我媽這樣講 那我就這樣說 欸不是媽媽講的都是對的啊 聽媽媽的話就好了 你們要不要對媽寶來講一句話 你要對我講什麼話 我們是孝順不是媽寶 要有主見一點囉 不要再問媽媽的意見囉 如果聽媽媽的話的話 就回家吧 根據街頭調查 龍燈女孩最不能忍受的 媽寶行為冠軍是 沒企圖心且會跟媽媽拿錢的男生 第二名則是缺乏土鑒 凡事都要問媽媽的媽寶 第三名與第四名分別是 三聚不離媽 和生活過分依賴媽媽的男生 雖然過分依賴媽媽會讓女生厭惡 但還是要孝順媽媽 聽媽媽的話喔 別讓她受傷